特別注意先把年給做完 然後呢以下有一個字串 幾歲 歲到天 這個字串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移到剛剛的那個datif 我的習慣是 因為公式跟一個字串要串的話 第一個要串接符號AND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雙引號開頭 因為我要貼上把剛剛的負貼上 再加一個後雙引號 那也就是說前面是一個公式 後面呢是一個字串 中間加一個串接符號應該看得懂吧 早上有類似用過類似的方法 然後把它打勾 我剛剛只是複製底下的 是這一串 然後貼到這個中間來 中間一定要加AND的符號 雙引號這邊加雙引號 要把中間的東西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我們把它打勾看看 打勾 你會發現喔 串完了 44歲 N個月又N天 可是問題喔 這邊有兩個N 我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它應該顯示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部分的話 稅是一個Y 那剩下來的就是YM 再剩下來就是MD 所以喔 第一個N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直接把那個這個N 直接把前面的這個DATIVE這個公式 乾脆複製一下 拿來改 會比較快一點 那怎麼改 1 複製完之後 移到N的地方 做什麼呢 習慣上 會先加一個 前雙引號 一個雙引號 這個雙引號呢 是為了給什麼呢 前面這個稅 到這個DATIVE 這個是一個自串 再一個後雙引號 是給什麼呢 給後面各 個月又N天 然後把它再移到中間 串接ANDAND 再移到中間 把它貼上 改一個YM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喔 其實我主要做哪些動作 1 把N選取 2 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再來怎麼樣 把它再貼上 所以以後 如果你實在是 不太知道說 自串 中間 要放個公式怎麼做 乾脆你背口決算 ANDAND 移到中間 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AND 再移到中間 把公式貼上 再來做修改 那如果公式 這個資料編輯列放不下 你把它展開 在最右邊有一個箭頭 按下去 它會展開來 那請你把第三個參數改成ND ND OK 打勾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 這個人的 精確年齡 把它向下填滿 放開 放開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算出 他非常精確年齡 那理論上應該是會正確的 像1972年的8月5號 他的生日 這生日還沒到 所以他目前為止 距離他的生日呢 還有 有沒有 他44歲嘛 10個月 又10天 所以距離他的生日呢 要滿一年嘛 所以這邊 才差幾天呢 差一個月 又20天 他剛好就滿45歲 所以其實你可以 如果你這樣不確定 這個結果是不是正確啊 你除了改 看後面的 看後面的你也可以吧 乾脆改一下他的生日算 生日把它改6月好了 6月5號 6月剛過 有沒有 所以他如果是6月5號生日的話 那理論上他應該是 45歲 0個月 又10天 因為今天的話 剛好是 15號 他如果是5號生日 5號生日的話 剛好 又多10天 OK 所以利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很快的把什麼 把那個 年齡 精確到天數的部分 全部算完 可能比較困難的應該是 如何把那個雙贏 就是一個字串中間放東西 這個我再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1 原來你做完是沒有碎 沒有後面這一串 所以就這樣而已 2的話 我們是 我的習慣是後面串接 一個字串 所以我把 底下這個 已經完成了這個 Ctrl C 我需要的部分 從隧到天 移到這個後面 加一個end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貼上 這樣子他就是一個完整的一個 這叫文字 那文字的結構一定是前雙一號 到後雙一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個第一個N 改掉的話 需要 先把 有點像是 一個完整的文字 我要把它先分開來 先切兩刀 那他本來前面的雙一號 後面 必須要從這邊斷開 所以會多一個雙一號 給前面的 這邊有一個雙一號 給後面的 那中間要串的話 一定要兩個end 再把公式放進來 他概念應該知道了 只是說 未來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一定要會有 又有文字 又有公式串在一起 所以我們可以 習慣上 如果你希望快 就是 把他當個口訣吧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and end再移到中間 這樣也比較快 其實他結構就是 雙一號兩個 and兩個 放中間 然後把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這個公式 dedif 放中間 然後把它 貼到and中間 所以特別說貼的地方不要亂貼 然後ym 打勾一下看看 零個月了 幾天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and end 再移到中間貼上 把這邊改成md 他的天就算出來了 打勾 大概就這樣 向下填嘛 這一題呢 就 大公告示 雖然公式很長 不過 主要的那個概念 都跟前面的做法一樣 所以 公式 串接什麼呢 串接我們要的自串 自串 後面如果他再加公式 中間一定要加m的符號 這個可能是基本的規則 未來如果 你要處理 比較 複雜的工作 一定經常會遇到 又一個公式 一個自串 又一個公式 又一個自串 OK 大概他的結構是這樣 最後做完的話 其實在雲端 我看這個 我們的 那個 講義裡面也有 這個 這個結構 部分 盡量去理解 其實這個 沒辦法背 因為 雙語號跟雙語號 這個是固定的 and end 就是你要跟 公式串 或者是跟 儲存格位置串 都要用串接符號 and 這個是固定的 所以以後你可以串很複雜的 結果在一個欄位裡面 都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 完成我們需要的部分 所以這一題的話是用Dedif 幫我計算什麼 員工的實際年齡 那主要是用Y YM 跟MD OK 所以有三個部分 那這一題做完的話 再來 時間可能 類似的概念 我們直接 再來的話 後面還有幾個函數 E-Day函數 這個E-Day函數 也可以試試看 那E-Day函數特別注意 如果你的 版本是2003以前的話 那可能要 把它呼叫進來 因為它是 在2003以前是爭議期裡面 有一個叫分析工具箱 可是如果你們現在版本 都是2007以後的話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 大部分同學 好像是 2007以後的版本 那這個E-Day函數 主要做什麼 就是幫你算 相差幾個月 相差幾天還比較簡單 因為相差幾天是加 直接加數字就可以了 因為天的話 基本上 裡面存的 就是一個數字 OK 那如果是相差幾個月的話 比如說 我們這邊 奧運當天 奧運當天 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日期 那三個月之後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是 插入一個函數 用E-Day函數 Stardate 這個Stardate指的是哪一天 Month的話 是相差幾個月 三個月 OK 所以你三個月之後按確定 它會自動幫你算出 三個月之後的日期 那前三個月的話呢 一樣 插入函數 用E-Day 前三個月 奧運當天 減 這個 如果前三個月記得用負的 負3就可以了 三個月 OK 那也就是說 E-Day函數呢 主要是解決 我們在計算月份的時候 這個函數還蠻好用的 那計算日期不用了 計算年的話 可能用到的機率比較低 所以它會提供 給我們一個叫E-Day函數 用來計算 兩 就是某個日期 相差幾個月 之後 OK 所以這裡的話 那這個地方E-Day函數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上面呢 像我們綜合練習題裡面 我如果要產生什麼呢 每個月的第一天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其實也可以用E-Day函數來做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E-Day函數 那V-Day的話 這個也還蠻常用到的 就是 如果我想知道 某一個 時間 它是 禮拜幾 這個時間禮拜幾 那我該怎麼做 其實也可以用Week Day 結果的地方 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Week Day 然後把時間給它 Sereo Number 指的是時間 然後把時間給它 Sereo Number 指的是時間 Return Type 請你保持原來 就是空白下來 Sereo Number 指的是時間 日期 按個確定 它會返還什麼 一個 數字給你 特別注意喔 那 這個5應該是指禮拜幾 6的話應該指禮拜幾 3的話應該指禮拜幾 其實特別注意喔 因為 Sereo這個環境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美國人認知 一個禮拜的第一天應該是禮拜幾 對 對 那我們的認知好像 不太一樣吧 是不是 一般我們 第一天好像都是禮拜一吧 是不是 不過因為這個環境是美國人設計 所以你要記得Week Day 返還喔 一個禮拜第一天 就是禮拜天 那如果說 它給你5的話 那應該禮拜幾 禮拜四喔 OK喔 所以這個 大概有個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如果你將來要 希望把這個數字 變成禮拜幾的話 就很簡單嘛 出生格 按右鍵 出生格格式嘛 還記得吧 那個日期 裡面呢 找到星期幾 按個確定 它也會幫你格式成星期幾 有沒有Week Day啊 裡面 如果你找到那個對的 有沒有格式的話 它也會幫你顯示出 那個禮拜 星期幾 星期幾 那這個是Week Day部分 然後還有YMD 這個YMD我想各位 在自行 自行 練習一下 像早上裡面用到year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year函數 那year意思就是說 他要 你提供給他一個日期 然後呢 他會幫你把這個日期裡面的年的部分 幫你抓出來 就是意思就是說 一個日期一定是年月日 那如果你只要年的話 你可以用year 按確定 下下填碼 那month的話呢 顧名思義啦 你插入函數 一樣會有個month M開頭 他會幫你抓到這個日期裡面的月份部分 那當然日的話 顧名思義啦 你可以抓出什麼 抓出他的天的部分 所以你抓完之後 他等於是 所以YMD函數 指的就是 年 月 日 分別 幫你把資料 切出來 因為一個日期裡面 會有三個資料 三個資料 那其實 泰函數也是一樣 所以 泰函數裡面 會有 mini second mini 所以 10分秒 那假如說你要把 10分秒分別 抓出來的話 那一樣用 Hour 抓時間 mini 抓他的分 second 抓他的秒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假設 我把 這邊的結果 假如你可以輸入 07 假設7點 50分的話 50 40分 所以你會發現 假如你要輸入一個 時間的話 基本上就是中間加什麼 加冒號 那如果日期的話加斜線 應該沒問題吧 時間的話加冒號 所以如果 07冒號 50冒號40 你按Enter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轉成一個 時間 而且幫你做格式化 有沒有輸入的是文字 但是Enter他會判斷 如果有兩個冒號 他就自動幫你轉成時間 那假如說你今天要 抓到裡面的 什麼 到底 10分秒 插入函數 你可以看到有個 Hour 有沒有 Hour在這裡 找這個 按確定 他會出現7 有沒有 就是10分秒 可以用類似的概念 Hour mini second 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最後綜合練習題 那請各位 利用剛剛講的 這個 這些函數 有沒有 方法 快速的幫我把 一整年的年曆 給顯示出來 裡面的話可能 我們會希望 怎麼樣 先產生 每個月的 第一天 再產生每個月的下面幾天 然後 向下 向右 一整年的年曆 就馬上做出來 怎麼樣 馬上做出來 年曆一年喔 OK 做完之後的話 我又希望說 禮拜六 禮拜天 可不可以用不同顏色 標示一下 第二個需求 那當然你不是 不是叫你塗法煉鋼 如果你塗法煉鋼 變成 一個一個慢慢做 那你可能做很久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其實我們這課當然是希望提高工作效率 然後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如果沒有 想想看 還不行 沒關係 等一下我會講 怎麼做比較快 那最後的話 當然 講完之後 同學說 老師 這個年曆還蠻好用的 我可不可以在 中間幫我加個空白列 就是每一個 日期下方 幫我留一個儲存鋼 做什麼 我可以針對不同的 客戶 不同的 對象 不同的主管 等等的 做什麼呢 不同的形勢力 最好他也可以提醒我 最好 不過 這功能可能要額外寫 那要怎麼做 就可以產生一個 很簡單的黏力 可以幫我做一些簡單的 那個計事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前面的這些 函數先完成 待會的話 看一下中後練習題 怎麼可以 快速的